大家好我是蝸牛 我們現在來改造家裡自己的廚房 那最先改造的是 我們廚房的櫃子 把它貼成大理石的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手把的部分也都生鏽了 所以換成新的手把 這是完成品 那整理一下檯面我們接下來要 就是貼壁貼跟那個 檯面貼的部分 目前都清潔乾淨了 那油漬的部分一定要洗得非常乾淨 我們壁紙的部分 才有辦法完全附著在我們的牆壁跟檯面上 所以現在抹起來完全不黏 然後也沒有油漬 一定要刷得非常乾淨 那牆壁的部分 要把鉤子阿釘子全部都去除 這樣待會貼的話 才可以平整 然後我們有換過我們的家用瓦斯爐 把它換成新的櫻花品牌 那現在是 開始動工囉 雖然檯面已經很乾淨了 但是在貼之前我還是會用紙巾 稍微的擦拭一下表面 確認一下是不是真的 很乾淨 那這邊更因大家建議 一定要用面紙或者是廚房紙巾 非常不建議用衛生紙喔 因為牆壁如果還有一點點的油脂的話 會讓那個綿穴黏在上面 那我們的壁貼就會 就會沒有辦法完全 很完整的附著在 峭壁上 那這個筆貼可能使用不久 就會翹邊喔 那為了延長它的使用率跟壽命 建議大家使用布 或者是比較不容易掉屑的紙巾或面紙喔 下面上的那個壁桿 因為我們這個當初是使用黏貼式的方式 所以我就沒有打算把它拆除 直接讓那個壁貼開孔 然後對準位置 然後量一下公分數 公分數只要量好 那個裁切過的地方 其實你沒有很靠近看 也看不到裁切過的痕跡喔 因為如果把這個桿子做拆除的話 貼上了壁貼 之後要裝上去 就必須在牆壁上鑽孔 那因為我不想要再破壞牆面了 所以就選擇用繞過的方式挖孔 然後這樣貼起來也可以很漂亮 然後刷孔 廚房這個插座已經沒有再使用了 所以我把它拆下來 然後用膠帶把電線的部分黏平 然後再貼上我們的筆貼 這樣的話看起來才會更完整 在牆壁上發現兩根螺絲 所以我們就把它直接做拆除就可以了 必貼貼過去也就平了 那必貼的部分因為一整張的尺寸 沒辦法貼滿正面牆 但是如果有紙柴邊邊一點點 剩下的一點點 又會顯得不太自然 所以我就選擇一個喜歡的尺寸 然後把它拆接下來兩個尺寸一模一樣 然後之後再貼上尾部的部分 然後再把多餘的柴掉 這樣看起來才會更自然 並且更加牢固喔 因為如果你貼的面積太小 它會很容易翹起來的 面積越大它就越牢固 到這邊 牆面的部分終於快完成了 那我總共花了 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左右 再貼我們廚房的正面牆 耗時的時間不會很久 上手難度也很容易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得很好 另一邊牆也就按照剛剛的方式 剪一個自己喜歡的尺寸 然後再下去做天年的動作 這樣看起來整體才會比較自然 那因為其實房子的格局 不可能說牆壁跟牆壁之間是完全平整的 所以你用 碧貼的部分去對準牆壁 最邊邊 然後下去做天簾的話 就會看到其實 牆壁是斜的 因為碧貼整個都歪掉了 不過沒有關係 待會再做修飾 一樣可以很漂亮很自然喔 那接下來換我們廚房的檯面了 你看原本的檯面是不是變得比較老舊了 看到新的瓦斯路心情就特別的好 因為這看上去真的很有質感 而且非常的好用 裹飾也很大 重點價格非常便宜 好那我們開始動工吧 這個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難題 因為我從來沒有貼過這種東西 手機保護貼是蠻會貼的啦 但是那個小小的跟這種大張的 實在是完全不一樣 但是其實也不會很難上手 因為我買的這幾款都是可以直接 就是你如果方向貼錯 或者是貼歪了 試下來可以再重貼 它是可以重複貼年的 還是年限還是非常的足夠 那我們就用刮板 把裡面的空氣氣泡把它挖出來 盡量就是 後面的那個 只四五公分到十公分 然後下去做 用那個刮板下去刮空氣的動作 刮那個氣泡 然後再下去做修邊 我本來打算 是從頭貼到尾不要做切割 對 想說這樣看起來才會更自然更漂亮 結果剛剛在貼的時候不小心被我 扯到然後破掉 所以我必須用就是 重複貼臉的方式 下去做做貼模 那會建議大家不要就是貼的這麼剛好 可以就是 呃 必貼就是貼跟貼之間下去 交叉至少充疊五公分 然後下去把它壓緊 這樣子的話比較不會俏邊 年限才會非常足夠 而且看起來也會滿自然的 不會就是沒有我想像中的這麼的 呃 愛也這麼的不自然 如果大家也是犀利康的初學者 可以考慮用我這種方法哦 因為我這個的話是使用油漆的 膠帶 就是由油漆專用的膠帶 然後貼黏在我們想要貼的地方 然後去控制那個 就是促細度 然後去塑寫 慢慢的貼可以貼出你想要的感覺 這樣的話是絕對不會失敗的 而且也不用擔心說 吸力康會嗝的整個都是哦 那我們上吸力康的話 假設我們是從左往右 呃上吸力康 那你待會在塗抹的時候 要從右往左塗抹 這樣子的話 吸力康才可以完全吃到縫隙裡面 才可以真正的做到防水的效果哦 吸力康塗抹完之後 要立即的把膠帶做拆除的動作 因為吸力康在乾的速度非常的快 如果等到它有稍微乾的話 你撕掉膠帶就會來不及 吸力康整個就會變形 給大家看一下我完成的吸力康 雖然不像專業的用的這麼漂亮 但是以初學的來說 已經很不錯囉 好啦以下就是我們的完成品啦 像我們這邊邊這邊都有上新的 吸力康 那一樣是用剛剛就是教大家的方法 可以用那個油漆的那個 膠帶把它黏住 然後之後塗抹完之後 撕下來 它的型就會很漂亮了 那我們爐子是新的 看了心情就非常的好 那檯面的那個大理石貼紙 一定要買那個就是 廚房專用的可以耐高溫的哦 原本老舊的廚房 現在是不是已經 患然一新了呢 這樣子煮出來的菜 也會特別的好吃哦 然後看上去心情會非常的美麗 感覺好像 整個都換新的檯面了 然後看上去 看上去 看上去